中華職棒聯盟傳出將會和跨國媒體代理商簽訂天價六年超過二十億的電視轉播權利金 每對呢每年可以分到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元而比去年增加了超過三千萬 但是中職現在面臨的風險是如果跨國媒體代理商承包給台灣有線電視轉播的費用過高的話 那麼一來可能就會影響到有線電視轉播的意願了 而轉播職棒青年的未來呢有可能呢是沒有辦法轉播中職比賽的 球迷如果想要再聽到主播們用特色的話語來轉播比賽恐怕很困難 打開電視看中職看轉播未來主播這麼一句話總是讓人覺得好溫馨 這個球打出去之後就像斷了線的風箏脫漿的也馬上變身的女朋友 像張泰山的頭髮啦 熱血主播徐展元經典語錄一大堆斷了線的風箏回不來的女朋友 甚至拿森林王子張泰山的頭髮大開玩笑 但今年星球季能不能再聽到這些KUSO經典台詞可能有變數 今年星球季中職聯盟可能與跨國媒體代理商NPNSylvia簽下6年超過20億的電視轉播權力金 雖然各隊都能分到約8500萬比去年增加超過3000萬經費 但這麼一來從1997年就轉播到現在的未來可能首度無法轉播 也可能很難再用過去平均2.5億金額買到轉播權 想播球也得間接從代理商承包購買 如果價碼因此提高恐怕影響未來意願 球迷想繼續轉71或72台看直播25年就會很難 球迷擔心沒球看未來則說一切中職說了算 是不是真的拍板定案中職還沒確定 但過去福斯轉播英超等足球聯賽 就是因為NPNSylvia開架過高而縮手 現在中職也把轉播權簽給NPNSylvia 就怕台灣有限電視出不起高架 乾脆不播了 記者中午報導